- 陽光相對的片段 - 哈囉大家好我是ERIKA -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兒 - 我們這次又要去南投了 因為我們上次沒有看到星星 - 這次一定要看到 - 其實我們有看到啦 - 這次我們沒有拍到 這次就要想辦法讓別人看到 - 對 所以我們這次有請到一個關心專家 - 來幫我們一起拍這個漂亮的星空唷 - 他會跟我們說奶奶星星要幹嘛呢 - 應該是還蠻厲害的 - 我上網叫我才... - 我們先去肉搜人家 - 我們現在人在台中高鐵站 然後如果大家跟我們一樣呢 是沒有開車來的話呢 可以搭這個OKBus 然後可以直達清境 你可以從台中高鐵站 台中火車站 或是台中市區的飯店 很方便耶 詳情的話你就去資訊欄看 那我們今天準備去搭車囉 走吧 沒完了 下雨了 我先傻眼 我很擔心等一下看到星星 白癌 開始我講了形式單單 是因為你看到星星 一定會讓你看到 OK 你確定 如果沒有的話 我剪掉 耶 我們又來到明晴親戚莊園了 對啊 但是你看看這個霧 稍微看什麼星星啊 這個霧有夠大我傻眼 我不管了 我們先去吃飯吧 我超期待這裡的晚餐的 我這次選了養溪 然後我選一模一樣 我還是吃牛小排 沒創意的女人 還有最好吃的就是這個 超甜 我要吃 它的高級菜超猛的耶 而且你拿太多了嗎 過分 這個山草自製種的 高香高麗 怎樣 可以耶 依然好吃 讓我們歡迎 台灣星空守護聯盟的創辦人 劉志安老師 耶 老師好 嗨 你好 其實可以去搜尋老師的分專 我可以用老師一些星空色影的做 我想問老師 為什麼一開始會想要投入這個關心這個工作 其實從小的時候就喜歡看星星 知道長大 讀書的時候自己會去找一些天文方面的書來學習來看這樣 那時候有地殼課的嗎 這是後來分出來的 對 我們的年代是有一門課是在講天文地理的 這時候就要講一下我們現在在哪裡 在何環山的清晉這邊 對 的一個清晉國小 為什麼會帶你們來這邊呢 因為我們在何環山這邊創辦了一個暗空公園 清晉國小這邊呢 它會稱為當地這邊在地的天文種子的一個培育的一個窯覽 這邊呢會有一些天文的設施天文的課程 在讓他們從小的時候就開始學天文方面的知識 每個禮拜課裡面就會有教他們天文 相關知識 他們會有一些它的一個特色課程 像今年我們大概在這邊登加了一個星空走廊 星空走廊 對一個星空走廊 這條星空走廊呢 是目前台灣唯一的一條星空走廊 何環山暗空公園 我們是從淵風停車場 前方大概兩公里開始往小風口這邊延伸 它不是真的一個公園就對了 不是它是畫出來一個範圍 在這個範圍的星空我們把它保護下來 做一些光海的控制 比如說停車場路裡面如果有燈的話 我們把燈光加以控制 向國際的暗空組織去做申請 他們會根據我們提供它的一些資料 審核我們這邊的星空品質 暗空公園裡面我們是拿到銀 它是金銀銅三個等級 所以品質一定是非常好的 其實在亞洲區有通過這個暗空公園的國家 大家不多對不對 我們是第二個直接認定的 是不是有什麼關心理要注意 如果大家要來關心的話 你開車的時候當然是開車燈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你停好車子之後呢 我們希望說大家把車燈就關掉 開門走出車外的第一個感受 我會相信你會 哇怎麼那麼多的星星 我們上次有 如果你有拿手電筒的話 我們手電筒盡量往地上照 往天上照的話 可能旁邊有人在拍銀河啦 或者是在天文攝影的時候呢 就會影響到他們的拍攝品質 我們現在後面這個星空 真的是漂亮的鑰匙 我剛過來雞皮疙瘩 還可以看到已經很幸運 對對對 下午下大雨 對 我就說我這次一定會讓你們看到星空 因為老師在 剛剛其實看到老師在旁邊 站在天文望遠鏡已經架了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去參觀一下老師的設備嗎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何歡山這邊是很多天文同好 想喜歡來這邊拍星星 看星星的一個地點 所以我們才會特別重視何歡山這邊的一個星空 這台望遠鏡呢 其實是蠻基本的一個入門款 這個儀器呢叫做赤道儀 因為我們地球會自轉 所以星星在天空它會東升西落 用這個赤道儀的話 它會控制這台機器呢 跟著地球自轉的速度是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天上現在有一個 木星還有土星 這個是土星嗎 它外面有一個環 它像一台小飛碟一樣 很清楚耶這個 而且它連旁邊的聲音都很能聽 有像我們在課本上看到的那樣嗎 就是 我跟你講 超誇張 通常我們一張天文攝影的作品 最少都是要算小時 一小時計嗎 曝光個幾個小時 是喔 然後下去做廚物 其實它應該很貴吧 入門級的還好啦 幾萬塊 幾萬塊就可以買到天文望遠鏡 所以其實要觀測星空也沒有那麼 沒有想像中那麼 不是每個家庭有這樣子的設備 所以大家會對它陌生一點 我們現在就是在推廣說 觀星它是一種休閒化 一種生活化 所以老師 你說你在觀星的時候 你就跑到那個山上去拍 然後你要拍那個 說長焦距的那個星星的時候 你那一兩個小時要幹嘛 吃一些點心 這邊有一個很有名的特產 叫做星空巧克力 滿天星 對 這個吃這個的時候 就會滿天都是星星 綠色乖乖 為什麼要吃乖乖 因為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希望它乖 讓它乖一點 不要出狀況 對 所以要綠色的 為什麼 因為這樣才會亮綠燈 亮綠燈 哦 原來 不會亮 這個不是業配喔 要業配也可以來找 像這個是我拍攝的仙女座大星系 這個超像課本的照片 對啊 這個叫做馬頭暗星魚 它的形狀好像一個馬的頭 一匹馬的頭 怎麼會長這樣 自然組的人知道嗎 嗯 我不是這樣做 它是在 它是在 這時候不敢說 它是在宇宙當中的一些 比較濃密的雲氣 後面的光線拖不過來 所以它好像一個影子在那邊 現在這個星空的狀況 我們看得到星座嗎 夏季的話 最容易看的就是天蠍座 哦 我的星座耶 對 因為它的形狀真的很像 就是一隻蝎子 找到天蠍座之後 你就知道銀河在哪裡 天蠍的尾巴那邊 就是夏季銀河 會滑過去的地方 天蠍在 蠻蠻蠻蠻蠻蠻蠍的上面 就是那個細細的那一根 對 蛤 蛤 你就是細細的那一根 我找那樣 嗯哼 好醜哦 你真的有沒有禮貌耶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是可以到你的蠻磚對尋 可以搜尋寄安的星空 寄安的星空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哈囉 我們的光線行程結束啦 好冷喔 你為什麼不穿外套啊 我想說剛剛有點熱 大家如果要來這邊關心的話 對 要穿外套 因為這邊的海拔比較高 雖然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嗎 現在是夏天 但還是涼涼 冷冷的 那我們這個南投的暗空公園呢 已經通過了 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得了很厲害的事情 因為它是華語地區的第一座 台灣之光 你看鼓掌一下 拍手一下好不好 大家一定要來南投看星星 我跟你講這輩子一定要來 不然你會後悔 我們來第二座還是覺得很誇張 不錯耶 這個大家有想要求婚的就是來這邊 然後就是鑽戒準備好 藏在後面 然後再看星星的把它摘下來 摘星星送給你 好老派喔 謝謝大家 好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分享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下面留言說你覺得這是老不老 好耶 好啦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裡 是我們上次來過的小瑞士花園 但是這間店我們沒有來過 尼納巧克力 這邊有一款非常有名的巧克力 叫做星球巧克力 非常的漂亮 它其實也是因應南投這片星空 所以才研發出來的星球巧克力 沒有看到星星的話 你也沒有上次 白天的時候來試試看星球巧克力 我們可以問一下我們的星座是哪一個嗎 星星座 我猜這個 對耶 欸 厲害吧 你剛剛偷看了吧 對啊 我是射手 我猜我是這個 不對 那個是雙子 射這個嗎 不對 那個是自由座 這一盒沒有 來 看去看這一盒 這個嗎 是一雙魚座 怎麼那麼難啊 那哪一個是射手座 我不猜啊 中間這一個綠色的 定義十二星座的話 就是有搭配每個星座的口味 所以我是香甜同趣嗎 香甜同趣的交響趣 喔 你是香蕉 他們有說這是限量的 喔 對 這是限量的 所以大家如果 你們想要來找你們星座的話 要碰個運氣 那我們這次運氣非常好 兩個人都有